哎呀 瞧我这个记性 差点就忘了 今天是我上班的日子 我还要开消防车 去保护光之国小镇的安全呢 咱们赶紧出发吧 消防车来了 大家尽量开 它跑了快 哇哦哇哦 消防车棉花 不怕不退缩 任务交给我 我的天哪 前面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燃起了大火 不好 我要赶紧去把大火扑灭才行 赛罗开动消防车 立刻往前面着火的地方开过去 来到事故现场之后 消防车调整好位置 立刻开始喷水灭火 经过八分钟的努力之后 现场的大火才被完全的扑灭 于是赛罗立刻下车前去查看情况 哎呦 我的天哪 挖掘机怎么和搅拌车撞在一起 还燃起了这么大的火 泽塔 你怎么躺在地上了呀 你不是出去巡逻了吗 这么久没有你的消息 我还以为你失踪了吗 你这是受伤了 还是怎么回事 赛罗队长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我刚才开挖绝机工作 结果一辆失控的搅拌车突然涌而过来撞到了我 我去灭火结果不小心受伤了 我让你失望了 对不起 哎呀 你怎么这么马虎大意啊 好端端的 怎么会有失控的搅拌车开过来呢 这背后肯定有其他的原因 你先不要着急着 我现在就给奥夫医生打电话 让他赶紧开救护车过来 送你去医院接受治疗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的 赛罗拿起电话 立刻给急救中心打去电话了 没过一会儿 一辆救护车就从远处开了过来 停在了受伤的泽塔旁边 奥夫医生也从车上跑了下来 希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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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这个世界爱着 希望你 笑了时真的快乐 希望你 遇见过山的浑浊 夜里人有害的清晨 塞罗队长 你们没事吧 我接到电话就立刻赶了过来 希望还来得及 奥夫医生希望你现在立刻把泽塔送去医院吧 他已经受伤了 需要你的帮助 你放心吧 塞罗队长 我一定把他安全地送到医院 接受最好的治疗 他一定会没事的 奥夫医生将受伤的泽塔抱起来 放在了救护车上 然后开动车子就往医院赶了过去 看到他们都离开之后 塞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于是他立刻跑出去寻找周围的坏蛋 果然在一个转角处 发现了躲在这里的贝利亚 贝利亚你躲在这里 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 难道刚才的车祸是你在背后造成的吗 你给我老实交代 没想到塞罗你居然这么聪明 本大王只是掠视小技 就让着他受伤了 我以为所有奥特曼都想着那么笨 居然还有一个这么聪明的 就算是我做的 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贝利亚你太可恶了 居然在这里欺负我的队友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现在就要把你送去奥特警局 让你接受应有的惩罚 光之国不允许任何坏蛋在这里搞破坏 哎呦呗 赛罗大哥 你赶紧把我放下来吧 不恐高啊 我错了 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贝利亚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实 在这里好好反省吧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像竹龙前奔赶紧 一笑过当初 长江刺破云杀 包扎一身情话 光着寒月如鸦 独身风马 身似过话 风云残骑蝶杂 居然万里广杀 成百草山之间 与青丝流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青丝流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